最近宋小姐带你如何 自从她知道我是断寻瑞后 倒是比从前温和了许多 这些年你在宋家受了不少委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不要让宋将军来看看你 不用了 今日封城商会的主会长在松河楼宴请他 他带着婉珍去赴宴了 文宇远 辛苦你了 我想先休息一下 好 那你先休息一下 少将 我发现了一件很蹊跷的事 说 这宋振远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缺钱了 宋振远缺钱 这些年来他的军队靠着给当地的一些富商提供保护 从中获利来供养军队 喂 封城商会的会长今天晚上会在松河楼宴请宋振远 请你一定要帮我拖住他 林文宇 你知不知道有多危险 我是不是告诉过你 不让你传说我的事 我觉得还你有问题 所以我跟他回了宋家 现在宋振远不在 这是好时机 你一定要帮我拖住他 听到没有 林文宇 我告 少将 这么晚去哪儿啊 黑车 我要去松河楼拖住宋振远 是 我去哪儿啊 我 丁卫宇 你是不是不要命了 你怎么来了 我不来等着你给我添麻烦吗 出来 我发现 立刻给我去查 是 怎么办 你刚才胆子不是挺大的吗 现在这都害怕了 这么高 别废话 快下来 我接着你 你怎么 你怎么了 寻初 那够了吧 回去再收拾你 你知不知道我多危险 你自己看看这些都是什么 宋真远这些年一直在让警察厅的人调查你 十年前 他们结案说我爹就是害死司令的凶手 现在看来他们早就跟我结在一起了 我只是不向你出事 如果今晚被他们发现 你肯定不能活着回来 对不起 我没跟你打招呼就自作主张 这么多年来 宋真远留着我不杀 想必他一定是想从我身上得到断家隐库的下落 宋真远 也一定是他安插在我身边的沿线 少将 孙副官 宋真远这些年的兵力情况如何 他带兵镇守封城多年 早已名声在外 而且当年段司令留下的兵 几乎都留在他的手里 少将 您这时候出面 恐怕很难得到新人 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他与警察厅有勾结 我们更不能轻举妄动 新王的现在如何 还在审问 继续言行逼供 直到他交代清楚与宋真远勾结的每一个罪证 是 少将 我 还在宋真远 想跟你说一件事 我觉得环境不对劲 你发现什么了 他前几天问我孙副官的去向 我觉得他现在还是受到宋真远的指使 所以我故意找了借口 跟他一起去了宋府 少爷 我们跟踪少将的人 到了一处破庙 他们似乎在那里挖着什么 走 带人去看看 是